眼前这位女孩看似人畜无害 实则是位超级欺诈大师 如果上帝是坏蛋的话 她依然会把上帝骗到只剩内裤 赤心被小丽骗过20年 决定展开报复 香港发生大规模示威活动 示威民众抗议公司不当裁员 其矛头指向被称为香港女帝的刘兰 个人资产约有数千亿 人送外号兵机 电视版黑手党孙秀南也成了牺牲者 至此小丽无聊的生活又有了新目标 有位女孩小摩想用宠物欺诈小丽 被轻松识破后成为新徒弟 老郑丑话说在前面 我们不是伙伴 更不是家人朋友 搞砸了 我们就会抛下你 小摩早已做好觉悟 小心反对加入无效 三比一通过 香港女帝刘兰 又名兵机 现任射手座集团社长 八年前父亲女会后继承家业 自那之后 虽然业绩直至高升 口碑却其差无比 透过非社会进行胁迫暴力收买 黑白两道通吃 个人资产富可敌国 传闻他还拥有权势者 都想要的宝石子钻 十年前和四大财阀之一 光阳实业的公子彭海东策略联姻 知道对方是没有商业才能的懒惰鬼之后 立刻提掉 从此不再相信爱情 刘兰特别讨厌媒体 不轻易在目前露脸 网络上有许多香港市民 在恶搞他的画像 无论是个怎样的秘密主义者 小力都要拿下 小摩被委以重任 另一边赤心业绩不佳 又想称霸整个亚洲 委派一位香港大叔 负责搞定欺诈三人组 被刘兰抛弃的前夫 曾是财团一员 通过收买 并没有得到什么有用的线索 只有一张当年结婚偷拍的照片 据说他只对生意赚钱感兴趣 小时候在日本福岗长大 虽然一直隐瞒自己身世 但他母亲其实是父亲的第三任妻子 并且特别迷信 最近他的专属算命师 被人发现尘湿水中 既然这个位子空缺 我们就有机会 在那之前 小力要先去趟澳门掏空赌场 然而当天去当天回 输光所有家当 几个人无聊说起小力并非无敌 曾被某个叫明星的欺诈师 夺走了身体与心灵 一个月后 刘兰艾玛首次参加比赛 不是安扮演老板 小力小魔扮演算命大师 话说旁边路人是成龙吗 很遗憾 艾玛没能赢得胜利 小力神神叨叨告诉刘兰 请必须小心绿色 回去的路上 差点撞到绿衣外卖小哥 接着租下一间饭店 触发各种好运 又过了一个月 被黑衣人带到车中问话 小力号称自己是神官 不过自从失去厨子之身后 便失去了能力 妹妹小魔通天眼 能看到过去与未来 就这样面世成功 被带往神秘大别野 为了考验神力 随便算什么都行 小力听后突然生气 转身就走 我们神通之力 只献给敬佩之人 不是任何人的奴仆 更不会为前鞠躬屈膝 但妹妹执意要试试 真正通天眼者 不需要任何媒介 只要看一眼尊荣即可 原来刘兰早就请日本专家 调查过两人 正好小力前男友杰西 也在这里行骗 小力顺势帮她也算了一挂 你身体健康 但左腹曾受过重伤 经过杰西确认 1950年 有位神官让日本 得以在战后复兴 他们就是这名大师的孙女 就这样在杰西帮助下 顺利获得信任 吴时安小脸特别可怜 女神不会还喜欢她吧 之后的日子各种胡说八道 不过并没有上钩 接着再给出启示 还是不行 杰西给出提示 刘兰在福岗时的家教老师千贺 知道更多关于她的情报 她尤其喜欢爱情故事 梦想着总有一天 能遇到真命天子 但12岁时 被卷入临近火灾严重烧伤 自那之后就躲着不愿意见人 再加上父亲教育特别严格 兵姬就此诞生 放弃恋爱 成为将心冰封的孤独女人 但她内心深处 却比常人更加渴求爱情 就是说杰西早就摸透 浏览的本质 所以小脸作为异性 就要变成她的真命天子 小脸给出启示红色大吉 小脸不想用玩弄爱情的方式骗人 原来杰西是个顶级诈骗师 知道浏览晚上会一个人散步 故而摆好阵型 用最绅士的方式英雄救美 完善后绝不多说一句话 直接离开 她能读透人心并将其操控 只要心被她偷走就完蛋了 这跟年纪无关 每个人的内心深处 多多少少还是相信着命运之恋 小脸也曾被俘获过 实际上杰西并没有完全将其攻略 为了得到传说中的紫钻 主动找小脸合作 说了一堆好听的屁话 还有一把枪 次日刘兰问小脸 你为何不惜抛弃神力 也要选择男人 原来她12岁那年 一直惦记初恋的对象 竟是孔海东 4月是把杀猪刀反差大很正常 起初父亲一直反对 因为海东对做生意毫无兴趣 结婚后又因生意上的问题 产生了决定性对立 于是就被强迫离婚 海东离开财阀后 刘兰也想退出 跟她过隐姓埋龄的日子 不过没能下定决心 直到现在后悔不已 事已至此 片前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撮合两人成为新目标 28号让我们再前往 温哥华的812航班相会 晚上小脸心事重重 见面当天 刘兰带着紫钻前往机场 海东不为所动 抱着金发美女 这一切全看在刘兰眼里 这时杰兰出现 意味着已经赢得放心 小脸不知从哪儿闹出来 打伤杰兰就跑 醒来后大骂算命师自作多情 刘兰下定决心和杰兰在一起 护士送来一杯咖啡给刘兰 第二天醒来只剩自己 小脸和杰兰竟然走在了一起 所以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 老郑分析了一波 杰兰早已从医院消失 没医生也没护士 那是间假医院 造假的腹部被丢在垃圾桶里 刘兰脖子上的紫钻 肯定也不见了 小脸完全不相信小脸会背叛我们 老郑继续说爱情让人疯狂 再说了 我们不是伙伴 要背叛也是彼此的自由 但所有人还是把希望寄托在小脸身上 一起赶往机场 小脸和杰兰成为新搭档 不是你们能力不行 而是心肠太好 金发辣妹是演员 海东一直想跟刘兰离开 不是为了纯爱 而是为了钱 结果花了30亿才让她闭嘴 最后在女人心碎之时下手 小脸说出喜欢小脸的话 所以请你哪儿也别去好嘛 小脸虽然很开心 但并不打算买账 再见了各位 然而赤星早已等候多时 你们这帮小骗子还挺活跃 直升机是老子的 原来赤星找的不是香港大叔 而是旁边的杰兰 紫钻也顺利入手 这一切都是设计好的 只为一网打尽不留死角 内鬼就是小火 你们一举一动全被监控 赤星用30亿换来数百亿的紫钻 怎么都不亏 然而好戏才刚刚开始 大批武装人员将所有人包围 胆敢惹怒刘兰 谁也别想活着离开香港 日本黑手党鬼一边少碍事 两人都想要小丽 三人就这样对峙 谁也不服 武士兰第一个逃跑 被打成筛子 赤星一看情况不对 立马上飞机回东京 话说小魔怎么没跑呢 因为小丽打算正式收她为徒 回到东京 让美术商城知其鉴定 这人虽然人挺差 但鉴定东西属于一流 不过紫钻是假的 返回刘兰别墅 发现自己才是小丑 山上那座大别墅才是刘兰家 不用猜孔海东也是假的 时间回溯到五个月前 小丽手下小猫咪灵木 被杰西骗了三千万 伤害自己最可爱的小猫咪 当即决定反击 敢骗我们三千万 就要坑他三十亿 小丁扮演超级英雄时 得到家族片两位骗子给的情报 你那已被赤心盯上 杰西肯定没那么多钱 所以就要利用杰西 从赤心身上骗 老郑在让李花撮合两个倒霉蛋 万事俱备只差诱饵 电视上正好播报刘兰新闻 小罗确实是杰西内鬼 只不过是小丽先骗了他 金发美女是小猫咪灵木 红海东则是老郑 赤心实在是太惨了 电视剧版被骗二十亿 剧场版又被骗三十亿 杰西也不好过 那么到底 谁才能夺走小丽身体心灵呢 当然是扮演刘兰的顶级欺诈师了 小丽心疼赤心 留下一封信 内容是 亲爱的痴心容介先生 我与你的这次约会 也非常愉快 这么欺而不舍地追我 也就只有你了 下次可要选对同伴哦 要是钱多的发慌 随时呼唤我 属明你的心灵恋人 五钻背后还刻了小丽名字 由于别人并不等于高贵 真正的高贵应该是 优于过去的自己 信任七大公主篇 开场来到台湾 在东京的小丽联合朋友 打算成为制药界大佬 不过由于念错要名 差点被人打死 点头妹要多倍有多笨 到手的钱包都拿不稳 怎么看都不是当小偷的料 回去就被一顿暴打 正好小丽经过 时间回溯到六个月前 胡氏超级富豪家族 要来马来西亚 全世界有钱人都聚集于此 最大倒霉的痴心龙界 也来参加 老郑作为新加坡领事 和酒店经理套近乎 小心扮演最强安保 精心尽力 胡家120年前 从福建迁入新加坡 他的孙子胡雷蒙 将控制范围扩张至全世界 总资产仅次于比尔盖茨 排名世界第三 因其强硬做派 招来不计其数的仇家 是个既华丽又恶霸的家族 老胡膝下有三名儿女 长女普利 是集团活招牌 以及名流标杆 长子克里斯 是个拼命赚钱的差别主义者 因此特别讨厌财产被分割 四子安德鲁 沉溺玩乐 而被逐出家族视野 三人关系差到极点 再回溯到五个月前 这种超级大猎物 就是本次工人目标 半年前老胡离世 有十兆日元遗产 定留给三位儿女 而是给一位叫米歇尔的神秘人 然后来自世界各地的米歇尔 蜂拥而至 被赶出去的还算好 消失没出来的 不计其数 米歇尔本尊至今没人能找到 被救的点头妹是同床闺女 十年前老妈突然定逝 孩子辗转于各个熟人间 被委托照顾 最后让山老捡走 专门干坏事 无论对她说什么 都只会点头 所以才会叫她点头妹 小丽拿出照片对比 从长相来说 还真与老胡有几分神似 扮演米歇尔再合适不过了 小丽第一个反对 怎么能利用孩子呢 再说了 继承的都是股份不动产之类的东西 很难变现 小丽不打算要那些东西 只要抚养费 攻略管家作为主要目标 据说她才是背后掌权者 小丽扮演点头妹老妈 与其展开较量 2004年 在巴厘岛作为按摩师 与老胡相识 随着时间推移 最终我们相爱了 回到日本 才发现自己怀孕 期间没有告诉过任何人 可最近总觉得 这孩子没眼间 愈发像老胡 管家又不傻 肯定前往日本调查 手下各位小猫咪早已部署 巴厘岛自然也要安排到位 小心通过下药 让土力昏睡 轻松获取样本 小丽想得倒是挺好 可管家已经把点头妹当成一家之主 其他兄弟姐妹反对无效 从明天开始两位都需要进行学习 四个月后 召开每年一度的慈善派对 米歇尔小姐将在那一天继承遗产 小丽作为家庭成员也要陪同 这回想跑都跑不了 手机遭监控通讯被屏蔽 次日还要和三姐弟聚餐 四子安德鲁看起来挺开心 其他两人根本瞧不起外来人 普利问管家 如果这对母女是冒牌货 要承担什么后果 管家表示 万一发生有损胡家名誉的事情 自己将以性命承担后果 点头妹下的把牛肉吊在地上 普利让他像狗一样捡着吃 小丽脾气也不好 那也请你吃吃看呗 长女次子也不装了 要求他俩主动退出家产争夺 本来想占点便宜就走 一看这么欺负人 那就争到底 刚说完 貌似饼干被下毒 鱼吃后直接躺尸 生命受到威胁 赶紧联系老郑 以护照缺少信息为由 带两人逃跑 一旦被人发现是造假 肯定活不了 就算不暴露 也会被三姐弟干掉 中途假装胃腾去厕所 本来五十拉已经到位 但点头妹不小心撞到 一位水果商人 好心帮忙之际 错失逃跑机会 临走时捡到一个小东西 貌似和影片刚开始 台湾大叔手里拿着的东西一样 晚上睡觉玩具 被人吊在房顶 小丽当即要求自选安保 小丽本来是服务生 被管家强制拉来当保镖 小丽下定决心不拿到钱 绝不闪人 管家一毛不拔 那就搞三姐弟 先找普丽谈条件 如果我们退出 你愿意出多少 普丽直接开骂 一分不给 克里斯是钱如命 最多出两毛 但比较喜欢虫子标本 安德鲁搞机直接劝退 没办法又开始盯上 管家保险箱里的金色玉玺 这东西只传一家之主 对于胡架而言 是无比重要的东西 要是丢了 肯定会不惜代价赎回 黑市估价在一千亿日元左右 偷肯定没机会 小丽让点头妹三个月后 拿到继承权再动手 所以还要再熬三个月 期间依然要每天接受精英教育 姐弟为难次数会越来越多 甚至会想方设法杀你 即便如此 也要装作毫不在意地过下去 管家通过调查发现 小丽他们的照片是假的 赤星作为胡家商业伙伴 也在密谋着什么 三个月后 小兴没收一幅画扔到垃圾桶 画家看起来很失望 点头妹准备继承胡家遗产 会场来了一群小丑表演飞刀 管家有急事等会回来 期间一定要保护好点头妹 运势片 寡妇姐姐不请自来 老郑负责搞定 杰西也想奋一杯羹 两人虽然相爱相杀 但都害怕赤星 点头妹无意间捡到垃圾桶里的画 竟是普利 然后在树上抓了一只带脚的虫子 送给克里斯 安德鲁不想参加那种装枪做事的场合 此时酒店经理突然变异 原来是想让点头妹 帮自己小女儿签个名 管家找到老胡真正的爱人西提 15年前 他寄过一封信 信中提到 听说你怀孕了 不管将来的孩子是男是女 都起名为米歇尔 并且将来要继承所有遗产 不过孩子出生前就已夭折 然后管家就花大钱买下了这封信 继承仪式马上开始 按照计划把玉洗掉包后 武士兰会制造混乱 当地警察是小胡子 完事后我们坐船逃跑 演讲时点头妹表现得特别好 获得在场嘉宾热烈掌声 然后就到了最重要的调换玉洗环节 先假装没拿稳掉在地上 小丽再趁机掉包 这一切全看在痴心眼里 武士兰刚要制造混乱 却被别人抢先一步 可计划里并没有这一环 原来是影片开头的台湾大叔 1993年开始卖玩偶卖得特别好 但2013年全被胡家抢走了 今天要跟胡家所有人同归于尽 其他人吓得瑟瑟发抖 只有点头妹平身而出 还记得我吗 没关系 我都被你们抢走了 只剩下一个玩偶 也不知在那弄丢了 都是因为我转到你 害你弄丢了 赤信终于逮到三人 打算拿到玉玺后 操控胡家 小丽深知得来不易 宁死不交 不过还是被强行拿走 武士兰突然冒出来 被一刀秒杀 小丽坚持了两分钟 老郑紧随其后 随着一声呐喊 小丽也跟着嫁和西去 赤信虽然得偿所愿 但内心却有种说不出来的悲伤 另一边管家用善意的谎言 感动了三姐弟 看到如此场景真假 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认定善良的点头妹就是米歇尔 整个故事全部结束 那是不可能的 再回到三月前 赤信进军全球市场 骗不能参与生意的安德鲁合作 当米歇尔出现后 情况大变 如果米歇尔能消失的话 就没了继承人 按法律规定 三兄妹将平分遗产 这样废物赤子 也能分到一大笔钱 所以就从越南河内 请来女刀客杀米歇尔 但他俩有个弱点 喜欢明星帅哥 小丽通过威胁 让杰西帮忙搞定刀客女 之后引导痴心大仇所报 毕竟坑了人家那么多钱 好歹让人心里舒服点吧 不过玉玺拿回去鉴定还是赢品 上面依然有小丽名字 玉玺并没有掉包 而是留给了点头妹 实际上 西提也是假的 小丽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管家是个聪明人 三兄妹既不想要钱 也不想要权 而是老爸的爱 只要这一点得到满足 恨意自然就会消失了 不是吗 百年前日本普通人生活困苦 财富被政治家和财阀所掌控 有一群专门骗取富人 在把东西分给穷人的组织 大家称他们为锤之子 据说第三代已在两年前过世 如今由另一个日本人继承了第四代 锤之子业务已扩展到亚洲欧洲 五郎刑警直接找到电视剧版被骗的教父赤心合作 没看过的小伙伴可以来小青频道看全集哦 当时被骗得可惨了 然而赤心更喜欢自己解决问题 小丽等人近两年 一条大鱼都没钓到 小新还是把金盆洗手放在嘴边 老郑自从三代走后失去了热情 感觉就像一个时代结束了 既然如此 不如我们三人来一场比赛 输得要天赢的话 就算要结束 也不能默默淡出 两个月后来到避税天堂马尔塔 有史以来最大的欺诈比赛即将开始 老朋友伍士兰当然也要参加 比赛时间为七天 没有规则限制 赚钱最多的一方获胜 小丽两位手下主动报名 伍士兰作为守护天使 必然站在女神一方 小心看谁都是内鬼 老郑则找外面的姐姐合作 然后就找到一条大鱼钢萨雷斯 此人是个西班牙黑帮 早早就隐退过着舒服的生活 他透过黑市得到跳舞的维纳斯 目前施加二十亿 如果把雕像骗过来 一定能成为胜者 小老婆丽奈交给五十万搞定 他曾是俱乐部五娘 最喜欢钱和男人 万万没想到 小丽也盯上这个目标 小丽当即改变策略 阿刚很怕穿军装的老妈打屁屁 此次扮演日本大使馆 驻外女武官 网路上有很多威胁你们的留言 保护利奈和雕像是我们的责任 吃饭时拿五十万做实验 果真很害怕 答应明天继续商讨 吃饭不知为何也来了 第二天 阿刚把好朋友国际刑警有珍 请到家里当保镖 有珍一直在追查锤之子这帮人 谁承想坐在对面的就是 同一时间五郎也来凑热闹 很多日本富豪也被骗 据可靠消息 他们就在这个地方 说起来很丢脸 我不知道长相和名字 更不知道年纪和性别 只知道三个外号 小丽 小新和老郑 小新最先遭到怀疑 小丽不仅不帮忙 还落井下石 差点被揭穿 第三天一早 五郎就去接上查案 小丽提议 把维纳斯放在大使馆 我们一定会严加保护 再准备一个高品质赝品 放在原处 没有得到回应 第四天 小丽让手下扮演怪人 引起恐慌 然后武士兰就被揍成猪头 阿刚这回是真怕了 明天打算赝品一到 就把真品交给小丽保管 第五天 刚拿到赝品 丽奈和小新就被绑架 有真认为是锤之子干的 小丽一脸问号 我就在这儿啊 时间回溯到两年前 三代特别疼爱小丽 但并不想让她继承第四代 对方发来消息 明天下午三点 拿维纳斯换人 再回到两月前 小新的目的并不是筋盆洗手 而是让小丽隐退 希望和老郑一起联手赢下比赛 老郑表示行不通 想保护小丽就要比她更强才行 之后武士兰又成为策反对象 如果我能赢 你想对她做什么都可以 就这样 两人达成共识 互传情报 原来小新扮演画伤的时候 拿出一张丽奈小时候的照片 再把自己伪装成 她在日本多年不见的朋友 当然也知道 小丽制作验体仪式 当即双倍付款截胡 丽奈心脏不好 不能再跳舞了 所以才会和一个 不喜欢的人在一起 两人一商量 准备搞个狸猫换太子 小新承诺卖掉后 所有钱都给她 小新用一整晚解开束缚 带着丽奈逃出升天 此时丽奈心脏病发作 再次被抓走 两年前 小新问三代 小丽是你亲生的吗 三代直言 要是亲生的话 她本事会更好 第六天 警察找到她俩又出现新卡片 小丽觉得 三代应该没有继承人才对 肯定有人擅自冒充这个名号 小新认定 就是老正干的 她在全世界都有朋友 收藏的艺术品和古董不计其数 失去热情 只是说说而已 她想打败我们 小丽不以为然 没有规则的胜负 不就是这样吗 还剩最后一天 这可是以人生为赌注的比赛 至此 女武官从此消失变护士 利奈身体状况很差 时间在回溯到两月前 老正表示 我们三人认真对决 其实也不错 让你们看看我真正的实力 比赛第四天 合作的姐姐顺利完成任务 不知为何 上来就是一巴掌 五郎已部署到位 让姐姐去找老正 老正早已等候多时 用钱收买了警察和五郎 第五天完成绑架 第六天从阿刚手中得到维纳斯 与此同时 小丽等人赶到 拆除里面追踪器 敢让警察追我们 以老婆必死无疑 继续回到两年前 三代表示 你成不了英雄 更成不了锤之子 老正毫不在乎 我想要的东西 全靠自己骗 如果可以的话 称号也能骗到 比赛距离结束还有两小时 老正带着维纳斯碰到小丽 东西就在眼前 你会怎么做呢 小新最后赶到 把雕像拿在手里 原来武栓和所有人都在联手 此时 警察赶到小丽第一个先跑 老正第二个 小新拿着脏物被捉 接着小丽 又被五郎围堵 老正则遇到有针 一窝端 谁也别想跑 小新之所以出卖两人 是因为老正冒用锤之子名号 做了许多见不得人的事 并在差点被害死 现在持续昏迷中 胜负真有那么重要吗 我们别找借口 乖乖认罪吧 老正表示 你这招很精彩 小丽不隐退都不行吗 其实小新是想把小丽 变成普通女孩 最后却一起成了罪犯 五郎叔都给看饿了 再回到国际刑警有真是脚 两星期前 他也想要保护维纳斯 比赛第二天 五郎来到马尔他时 就已经怀疑三人 情报是从赤星那里得到的 有真权力大 完全不把赤星当一回事 随后赤星乖乖 交出小丽等人照片 五郎想立即展开逮捕 有真需要一网打尽 第三天 五郎就开始上街找老正线索 第四天看到姐姐被打 然后第五天假装合作 按有真计划行事 直到第六天 老正拿到维纳斯被下药 有真利用丽奈和医生 演了一出好戏 让善良的小新 破防供出两人 至此五郎被踢开 不听话 就揭发他参与绑架 第八天有真自称英雄 决定把小丽等人 扔海里喂鱼 所谓的英雄就是力量 反之就是垃圾 五郎吃饱了 通过下跪 让赤星报案 所以三名嫌犯 都要归日方处理 真正的女武官也在现场 不服就忍着 有意见可以通过外交渠道抗议 小丽和老正玩得很开心 小新还在一直哭 有真嘲讽日本欺诈师 等级太差 警察全是假的 维纳斯到手 其他都无所谓 他才是假锤之子 68天后收到阿刚短讯 真维纳斯还在我手上哦 吓得直接返回基地 里面好东西全被偷走 只留下一张卡片 来到阿刚家又空无一人 好在维纳斯还在 不过一眼假 顿时失去笑容 继续回溯到两年前 小丽根本不想要 捶之子这么土的名号 我不可能当上英雄 而且三代也不想 把这名号传下去 第一代是实施造英雄 现在我们只不过是欺诈师而已 三代表示 太多年轻人想当英雄跑到这里 有些很有才华 却心术不正 现代社会 英雄会制造恶鬼 所以到我这一代就结束吧 下辈子不想再当什么英雄 当个不入流的骗子也挺好 被冒用称号小丽早已料到 再再回到四个月前 访日胡适集团总裁小点头 因身体不适 没有出席宴会 第一时间找到小丽 小丽通通让老郑回来 别告诉小新 贝尔纳我家这幅画 是小点头捐赠给善良的 德伯纳尔夫人 画作被盗后一定不起 感觉被盯上是自己的责任 有真负责此案 并且没有透露给媒体任何消息 肯定有鬼 我们正好一直在找这个假锤之子 听说他收藏艺术品的地方 腾墙铁壁 没人知道在哪里 小新成为最佳王牌 所以才没叫他一起来 德伯纳尔夫人帮助的人很多 其中就有利奈和阿刚 小点头收藏品中 有一个跳舞的维纳斯 作为诱饵 再合适不过了 现在雕像里装上跟踪器 不能让对方太容易得到 第一天故意利用赤心暴露身份 第二天再让他把照片给有真 第四天继续演戏利用我们 第五天王牌肯定拼死保护利奈 第六天为了安全 随便给利奈安排了心脏病 大王牌就会感情用事落入敌手 第八天我们落入日本警方手中 他就会认为彻底赢了 然而我们这边也全都是假的 包括女武官 大使馆领事竟然是死敌 赤心之所以愿意帮忙 是想报复有真 按照约定 电视剧版中骗他的50亿会全部归还 还记得雕像里有跟踪器吗 众人一边喝酒 一边确认藏匿地点 有真亲眼看过老郑把追踪器扔掉 自然不会起疑心 不过老郑反手又撞了一个 小丽告知赤心还要再等两月 电视剧版超级医生片中的化妆师 也来帮忙 通过收买 让房屋主人去周游世界完成梦想 房子后面才是真老巢 密码和指纹所无解 回到第六十八天 有真发现东西全没了 小丽扮演房主尸体 早已等候多时 等有真走后用粉末破解密码指纹 可那里什么都没有了呀 原来这三人在不远处 用两月时间造了的一样的房子 拿到指纹和密码后 再回到真房子完成计划 就这样用一件维纳丝 调到一屋子艺术品 第六十九天白天回来才发现 不仅房子是假的 连马路和路标也是假的 小丽最后留下一副小点头捐赠的画像 以国际刑警差点没笑死 听说你叫有真 那你猜猜我叫什么 第七十五天赤星收到小丽 一个类似尸身人变猫的鬼东西 一气之下将其摔碎 鉴定时表示 这是美索不达米亚最古老的雕像之一 属于无价历史遗物 赤星老瓜子嗡嗡响想 完全看不穿那个女孩到底在搞什么 现在家里全是名作 无法估价大家评分 顺便轮番嘲讽小丽是最强欺诈师 五郎竟然也是小丽新收的弟子 小丽在比赛中获得胜利 要求小心老郑不许退役接着骗 那位制作艳艇的工匠 只是普通老人 只为引诱小心上钩 五万欧元一分不少全部归还 然而那位普通老人 也许才是最后的赢家 当我们以发生概率为依据做出决定 却得出相反的结果时 并不意味着我们是错误了 今天为大家带来信用欺诈剧场版运势片 全世界做罗斯最精密的工厂面临倒闭 为了挽回局面 社长和追债人进行了一场豪赌 结果整个工厂都输没了 本集倒霉大二阿九入选总局赛 表面来看是个投资商 实则在地下开钱装经营赌场 这人不好惹 貌似自带强运 三人扮演洗钱大师 可以帮阿九把钱变成双倍 没想到阿九直接掏出五千万 为了放长线钓大鱼 只能自掏腰包 等人家拿到双倍后不玩了 原来小丽之前欺诈过她朋友 就这样瞬间损失五千万 老正认为运势已被改变 每次占卜都是差评 小心看首相也说 自己身边有吸引灾祸之人 小丽不信自己这么倒霉 扮演豪车销售继续骗 就在客户马上签字时 突然心脏病发作 卖房马上成交 又被陨石击中 看来全部运气 都被那个叫阿九的家伙吸走了 管家吃了小丽 订得新鲜生蚝中毒 抽签也是大胸 温神将至万事逢灾 这么狠毒的结果 普通人一辈子也不可能抽到 小丽还是不服 既然做这一行 早就有下地狱的准备 你俩全都滚出去 团队解散 去饭店吃饭 最爱的鱼糕也卖光了 那位螺丝厂社长 也经常来这里 经常把最后一块鱼糕 让给小丽 为此决定展开复仇 小新老郑这次全都不想参加 只有五十兰愿意协助女神 然后牙齿就掉了一刻 几星期后 小新再一物整理公司上班 发现公司社长杜鞭 骗取一物欺骗客户 再通过黑道高价转卖 其他两位员工 也是无恶不作的坏蛋 为此联合小胡子 打算小小坑他们一回 小胡子扮演房主里面 全是老物价 一看从前就是个地主 杜鞭找到两张 清朝留下的文字地图 挖了半宿 终于发现瓷器宝贝 市价大概二百万 下一张地图 记载了金刚石项链 也很顺利得到 杜鞭当时还看到 书桌抽屉里 还有很多这样的地图 转天一大早就开始谈价格 小胡子按照计划 最低要价一千万 然而对方只想出二十万 不卖那就偷 小新一看计划失败 夺回宝贝收手算了 但人家早已等过多时 回到老郑故事线 每天悠闲自得玩冲浪 饿了就去寡妇姐姐那里吃完拉面 虽然面很难吃 但很幸福 转天再来碰到一个叫田岛的男人 正在纠缠姐姐 他老公生前跟刚才那位先生 借了五千万 田岛说 只要当他女人债务 就一底勾销 老郑为了心爱的女人 当天开始学习中华料理 才过了一天 外面客人大排长龙 这帮人都是安排好的演员 本以为会顺势崛起 可第二天直到晚上 也没一个人来 姐姐没办法 只能答应做田岛女人还债 老郑为了爱情 直接拿出五千万 五千万 我没办法 这是我想要做的 我希望你能够职业 若你能够职业 若你能够职业 我一直在这里 明天二人返回 我还不 回到小丽故事线 五十兰替小丽做好万全准备 来的路上被狗咬了一口 转天带着一亿现金找阿九赌博 牌桌上什么人都有 前两把都是五十兰获胜 第三把刚开始就被抓作弊 完成使命 两位路人直接吓跑 终于可以一对一单挑 小丽吐槽 遇见你之前我运气一直很好 所以我才要压住 全部夺回属于自己的东西 阿九跟进 小丽通过作弊 获胜赢的一亿 一看对方不疼不痒 那就继续两亿 小丽两段换一张还是两段 最后只能通过作弊变成葫芦 双方还是全部压住 阿九表示自己做事从不靠运气 但她却是一把铜花大顺 说巧不巧警察正好赶来 四日三人巨手 看起来都被折腾得很惨 但果真如此吗 时间回溯到几个星期前 杜鞭是阿九以前的女友 现在开了间遗物整理公司 静干缺的事 漂亮姐姐骗过螺丝厂社长500万 又开了间拉面店 专门调孤独老人 小丽找到破解霉运 又能赚钱的方法 小丽老郑表面不参加 暗地里早已饥渴难耐 只要不见面 霉运就不会传染 小丽通过调查知道 杜鞭手里有一亿 之后放出最强文字地图 海边某个井里 埋藏着价值30亿的黄金 杜鞭经过确认 黄金就在拉面店后面的古井里 直接挖太张扬 不如用一亿买下 老郑好像没啥用 只需把姐姐骗离拉面店 再把杜鞭推荐给小摩扮演的房主就行 小摩张嘴就要六亿 杜鞭没那么多钱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阿九 这人各种事都要考虑周全 才愿意出手 然后就带着挖到的东西前来炫耀 两人运势正旺 用六亿稳赚31 怎么都不亏 阿九本不相信运气 和小力赌两亿时一把烂牌 原本想出老千 却抓到铜花大顺 从那一刻起 对于运的认知发生了改变 次日就带着六亿买下拉面店 不如深渊 小心被打是小力告的密 老郑假装被骗也没啥意义 小力更是完全没必要进监狱 这种多此一举的行为 到底是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占卜掐上有句话 未逢谷底部的翻身 这样来看 那些无意义行为 就变得似乎合理一些了 自分の運勢を変えるために自主的に失敗した。 私の土地を使わせてもらいたくて君には出て行ってました。 我别想起来 我 他们有違法的 我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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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吧